對 我跟你講喔 你會發現柯文哲很特別 昨天他從家裡出門 表現得非常硬 他就是全世界最硬的男人 他走出去大聲的跟大家說那麼多話 結果今天顯然軟趴趴 你會發現為什麼有問題呢 就算他昨天睡得好 我請問他昨天有沒有晚上去找這個律師 Maze Talk耶 大陸的豪宅是不是 對啊 那難道他不緊張嗎 他肯定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圖利的重點 就你有沒有圖利 他現在的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都謝了嗎 就是 你到底知不知道 因為柯文哲是用不知道 瞞天過海就沒事了嘛 但是他如果知道 那就完蛋了 所以他今天所謂週刊的媒體的爆料 顯然就像是他回應彭富 辯遷的那一段話 表示他是窒息的 就像是鄭知道了 鄭知道了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他有留辯遷的習慣 你會發現他會在 就是他要蓋章 寫完這個 那個所謂的這個 直接日期的時候 他下面會多寫幾句話 那有時候 他也會 你說他自證的爭仇 對 他自證的爭仇 對 他自證的爭仇 有時候有一些專案的簡報 他看一看 也會在上面批示 就是古舟皇上都有這種習慣 是OK跟不OK 他都會批示 然後再退回去 或是往上傳 如果不OK 基本上不會 就是不OK 他這一份可能就丟給別人了 但是有特別的狀況會批示 所以你要知道 你不要小看他所謂在這個 2020年3月10號 留下來的這個 在這個都發局給他的這一份 說這個關於有沒有和解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也就是蓋了一個章 然後把這個日期背上去 上面寫什麼你知道嗎 他上面寫的不是速戰速決 他寫的是什麼 是速審速決 他希望你趕快把這個流程趕快跑完 速審速決 而且重點是什麼 柯文哲是這麼速的男人嗎 沒有耶 他並不是講求這個 叫做法律程序上這麼速度快的男生 不是 他其實在於所有的 就是關於台北市政府 跟民間所有的糾紛跟法律案件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不會去強調所謂速審速決 那你們以前共識的時候 他速度有這麼快嗎 或是遇到一些比較難過的案子 像剛剛律師說的老闆這樣講 你就讓他過了嗎 柯文哲這麼好搞定的人嗎 基本上不會 而且都會透過PM來做這個總處理 就是說他邏輯就是 反正你事情越緩嘛 那有時候就慢慢磨慢慢磨 他基本上尤其是有糾紛的時候 他不會邀 而且他 我必須說 他如果在法律的層面上 他其實是屬於比較酷立的角色 他並沒有你們想像中這麼通融 好啦 跟你和解啊 基本上是沒有的 所以我認為說 他特別在這個 這個所謂2020年3月這個時候呢 他簽了這個名 還寫了這個速審速決 但是我是覺得這很有趣 會辦的單位是什麼 是法務局 好 他的意思又是說 你們認為和解會有問題 好 那你們就趕快去做 可是你知道 3月10號是一個關鍵性的日期啊 他那一天是不是有跟應小薇做便當過 對 有嘛 那便當會參與的人是誰 也就是說 法務局的監導 這督導的副市長是誰 你知道嗎 是黃珊珊耶 也就是說 你一面告訴公務人員說 喔 我沒有太多意見 然後你們專業處理 可是要速審速決 但是你一面 又在那天開了所謂的便當會 請問一下公務人員知道這個狀況 會不會有壓力 會啊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 我就說他是政治型的渣男 為什麼 這種人喔 就像是那個所謂和尚啊 對不對 他一手唸金啊 一手在那邊鼓摸你 很有問題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呵呵 你怎麼了呢 我的意思是說 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你知道 然後你故意 要用這種方式給公務員壓力 所以你看柯文哲 昨天在他家前面很硬的說什麼 他說 欸 這個公文啊都有很多的印章啊 是經過很多公務員的啊 不應該推給一個人來負責嗎 其實他說的那一個人是什麼 其實就是他自己 喔 不是在幫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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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阻密講話 我認為絕對不是 他是為了幫自己講 而且 他這句話也在恐嚇其他的公務員 喔 就是說 你們跑這些流程 我我我都有經過你們 給我的公文嘛 你們大家一起來承擔你有 對啊 他的邏輯 而且他之前 記不記得 他之前講到金華城案的時候 他除了講一句說 圖利那要怎樣 他另外講什麼 難道你要給五十幾個公務人員 還有這些委員難堪嗎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戰略戰術 早就已經定案了 好 所以你看喔 柯文哲今天還在講他不知道 難道連不知道都要去問吳怡萱嗎 好 我們請教一下嚴鳳 因為剛剛呢 這櫻石講的時間點 非常有趣喔 變遷的時候 發生在三月多的時候 三月十號 櫻石說非常重要 因為柯文哲就跟 印曉輝便當會 這個便當會有誰參與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督導的是黃珊珊的話 那是不是一些公務人員都該知情呢 重點是變遷來了 今天週刊爆料說 都發局呢 2020年4月一份變遷 直指柯文哲對金華城容積率增加過程 照就知情了 因為他拿出了金華城容積率跟樓地板面積差異比較 而且還交給彭政生 在便遷上面寫著土彭富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 公務人員不坐牢 KO就是科啦 公務人員不坐牢 通常柯文哲留下這個便遷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大家要知道 公務單位的便遷跟公文 其實他們都是具有法律的效力的 不是說他今天否認說 那個便遷只是我隨手memo寫的 那個不算素 要不然你就吃下去 都不要流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就還在調這樣子的一個便遷 現在在等市府的回應 那第二個部分 我可以請大家看一下這個時序表 現在今天週刊爆出來是說 因為2月18號他們 金華城有去找了彭政生跟黃景茂 他們在這個陳情 但是沒有理他 那後來3月10號開了這個便當會 4月份現在發現有便遷 那可能就要釐清說 這個便遷到底是在應小微開便當會之前 還是是在開便當會之後 看起來之後喔 因為4月的話 那如果假設好4月份你便當會之後 明明都法局就已經告訴你的主旨很明確 金華城容積率與樓地板面積比較 那請問他手上會不會有這個比較表 他今天要看這個便遷 他要去簽一定會有這個比較表吧 所以顯見柯文哲說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光是今天所講的這個便遷 就一定可以打臉他嘛對不對 好那如果假設他今天看了這個便遷 人家也都跟他解釋說 都法局有上簽公文喔 後來上簽公文告訴他說 你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以前的脈絡是什麼 包含跟市府打官司的過程是什麼 為什麼不同意他放寬 應該都會解釋得很清楚嘛 都法局有提醒喔 你這樣做會土力金華城喔 都法局有提醒喔 我們等一下就會把它拿出來講 那如果假設你都已經知道這些狀況 你也知道他可能會土力金華城的狀況 會產生爭議那為什麼你又交辦 然後你又決行把它送進都委會審議 這個才是關鍵嘛 那你柯文哲到底 你都知道這邊有老虎 你還拖著所有的公務員 去讓老虎吃嗎 怎麼可能會是這樣子的市長 那這個當然柯文哲自己要講清楚啊 那再來喔 講到這個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9月21號也是一個關鍵 你看喔7月16號判決出爐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判決 法院就已經告訴台北市政府說 市府你們贏了 你們不會給他692 行政訴訟 這個行政訴訟 市府是贏的喔 上限就是560 然後再來金華城 他還不接受這個判決 他就說我就是要692啦 你給我560不夠 對他在9月21號的時候 你看喔他又送進來 都發局當時退文是告訴他什麼 他說你不符合都更的要件 所以你不能拿這個容積率 結果到了10月12號 也就是我們在討論的這個專家學者會議 裡面喔那一天除了這個邵秀沛 他是主持人以外 有6個專家學者 裡面有5個喔 都是持比較質疑的態度 那為什麼在這一場會議之後 你看柯文哲決行攻戰 中間這邊還蓋了6個章 對那這邊到底又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在釐清有幾個時間點 一個是剛剛講的4月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判決之後 你為何去犯寬 欸你贏了耶 因為其實2020年你判560 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喊咖了 因為你贏了嘛 是 那為什麼柯文哲沒台沒錢 要把他拉升到840 而且還說OK給他過 所以現在就是簡占要調查說 這個中間到底譬如說應小威 他的這個收售 疑似收售金華城的匯款嘛對不對 那收了之後 是在什麼時間點 那柯文哲有沒有辦法去交代 現在媒體所報導的 所謂的不明金流的狀況 如果假設時間都起來 又剛好都是在我們所講的 這幾個關鍵的時間點 那他有可能就不會是圖利喔 會導致他有行賄的可能性 這兩個的罪行是差別非常大 所以我才講說柯文哲你身為一個市長 你蓋了那麼多的章 而且大家要記得在這個市長 你選出來你就是要承擔所有的政治責任 因為公務人員他簽公文 層層往上簽嘛 最後市長都會簽一個什麼 會寫說如你或者是可 或者是奉和 然後再講他的意見嘛 所以最後所有的公務員 當然都是以市長最後簽的意見為意見嘛 那你今天你同意了 你今天又回頭回過頭來說 那沒我的事 那我都不知道 你覺得檢察官跟法官聽得下去嗎 所有社會大眾也聽不下去啊 所以那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以後我們也不用選市長啊 我們就選局處首長就好啦 那法官說因為柯文哲沒有 沒有這個都市發展的專業 他只有醫療背景的專業 那他難道只簽衛生局的公文嗎 所以以後我們要選縣市首長的時候 要看他有哪一個專業 我們再選他就對了 然後他就負責哪一個公文 一個市長要考很多徵招 他才可以當市長耶 衛生局要開刀的他也不能簽 因為他不會開刀 那柯文哲今天說他是外科醫師 那他就不要當市長嘛 是嗎 他就去當醫師 或者是當衛生處處長就好了啊 所以我們在講說 你一個市長 當然就是要蓋瓜承受 你這所有的決策嘛 那你智商157 不要把我們當成智商57 在騙好不好